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台装置英特尔低功耗N100CPU的迷离电脑 大唐无风扇静音N100 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小主机使用风扇散热 这台迷离电脑是我们平时比较少见的Findless无风扇静音设计 依靠的是整个金属机身来向外传递热量 大家喜欢的低功耗主机的散热方式是哪一种呢? 大唐无风扇静音小主机 它装置了英特尔N100低功耗CPU 四核四线程 24EU的英特尔UHD核显 DDR4最大3200MHz内存 M.2SATA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小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电源线 HDMI线缆 显示器背夹好螺丝 说明书 SATA连接线和外接WiFi天线 这块电源是12V3.33A 一共40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全铝合金机身 入手冰凉 有一些厚重 机身接口 前面板 耳麦口 USB-C口 双USB3.0A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双外接WiFi天线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USB3.0A口 USB2.0接口 双HDMI2.0接口 12V电源接口 侧面板 SIM卡卡槽的开口 厂家可以定制移动5G模块 旁边也预留了5G天线接口 卸下底部 4颗螺丝 打开底盖 看看内部接口 DDR4内层插槽 最高3200MHz 2280的M.2 SATA SSD 下面是WiFi6无线网卡 这里可以用厂家提供的 SATA线纳 连接放置在底盖上的 一个2.5寸的SSD BIOS里我们能看到 PLE设置的是6W 这里可以设置 来电启动模式 稳定性是我们 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 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 跑在了6W 整机功耗18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 2.3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将近55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6W 时温22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64度 SSD温度最高48度 CPUZ多线程 1313.6 单线程379.7 接近N100最好的成绩 Gagbench 5 多核2714 单核975 属于D2T对莫尾 可能还是DDR4内存的原因 Gagbench 6 多核3080 单核1233 和其他N100差不多 Citybench R23 多核2445 单核886 多核成绩排在N100靠后的位置 Passmark多线程 5615 单线程2068 可惜没上6000分 综合上面的比较 大唐N100在所有的N100产品中 性能排在靠后的位置 不过考虑到它是无风扇的散热方式 我反而觉得现在这样的性能 也算是不错的了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368554 CPU得分75639 我们还给N100运行了OpenW测试 AS545737 XX20282997 Coremark88781 Coremark接近了9万分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最低50帧左右 也能玩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8位RGB非压缩信号 满足HDMI2.0的标准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PCIe 3.0 NVMe SSD 500多兆B 就是M.2 SATA的速度 WiFi测试 Intel X200 Wi-Fi 6无线网卡 跑上了7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黄金中不错的水平 旁写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iPad 3测试的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这台大弹无风扇小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100CPU 6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0W 待机最高功耗才8.9W 按这个结果 40W的DC电源能够搞定 时温22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6度 SSD待机温度48度 大弹无风扇 静音N100小主机 6W的功耗释放 性能还可以 散热和静音都非常好 特别是全金属机身 厚重扎实 接口也算不错 双2.5G网卡 双硬盘层储 还有外置的双WiFi天线 解决了全金属机身 屏蔽无线信号的短板 缺点就是层储接口 采用了M.2SATA 速度不如我们常用的NVM4 当然温度比较低 是它的优势 总结一下 大弹无风扇 静音N100 以出厂6W的性能释放 性能一般 散热和静音 非常非常优秀 接口方面 兼用性不错 这台小主机 最大的常数就是 无风扇静音的设计 它不但静音 而且散热好 温度不高 以此而来 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无成 不需要给风扇清灰 如果您对静音 有最高要求 买它就对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